政策還有產業的政策是互相打架的話 他將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啊 你可以不在這個位置上 可是受苦的是全民啊 口號治國 網軍治國 是極大不負責任的 全民現在非常生氣了 請你可以下台 謝謝 秦王部長 經濟部 經濟部 日本2011年311大地震之後 給我再一點時間 謝謝趙偉 福島核電廠遭到破壞 日本停用核能 三年之後 日本的資源能源廳 他發表了2014年的能源白皮書 他裡面提到 請部長好好看 相較於福島核災發生前的2010年 2013年 日本的燃料進口值 總共增加了10兆日元 相當於2.4兆的台幣 而由於天然氣的國際價格延年的漲價 這一筆用來購買天然氣的能源開銷 造成了2013年的日本貿易收支 從2010年的順差到變成密差11.5兆日元 2013年日本天然氣的能源的佔比是多少 43.2% 這個讓貿易總值高居全球第四名的日本都吃不消了 最後不得不再安檢之後來看一下重啟核電廠 到今年為止重啟的核電廠就有九座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綠色的部分是要新蓋的 紅色的部分就是從減整了之後再重新開始的 像日本這個全球貿易總世界是排第四名的貿易大國 都承受不了了這樣的能源逆差 需要重啟核適了 那麼全球貿易總值排名第17名的台灣 你們要拿什麼資源去拼天然氣的佔比是50%呢 請部長回答 日本他因為他原來的這個核能電廠的這個佔比 確實也比較高 那因為他在311之後呢 他全部 我跟你講過了啊 311的是在右邊福島這邊打差 第一個 但是但是請你看藍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是新規劃的核電廠 看到了沒有在福島那邊還有三個 然後在左邊這邊呢還有四個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說呢 部長 你們是公務人員啊 你可能隨時就下台了 但是一個錯誤的政策真的會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啊 包括今天我們的台電已經說了 近期能源危機席卷全球未見緩解之跡象 以至於我們的預算也就是燃料價格 你們現在估價是偏低的 所以未來對台電公司的營運將是一大挑戰了 看到沒有你的台電已經告訴你啦 你如果到百分之五十該怎麼辦啦 部長 在這裡不要講壞話 我只能講一句話 讓我們理性的思考 因為全台灣的人都在聽這次的質詢 如果我們的人員政策還有產業的政策是互相打架的話 他將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啊 你可以不在這個位置上 可是受苦的是全民啊 我最後給民進黨一個總結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口號治國 網軍治國 是極大不負責任的 全民現在非常生氣了 請你可以下台 謝謝 應該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應該怎麼樣 你們的超前部署在哪裡 我們百分之五十電價怎麼辦 我們不是網軍治國 百分之五十電價怎麼辦 百分之四十三點多的第四大的經濟大國 都復合不了了 重啟合適了 台灣要到百分之五十 怎麼辦 不要只靠嘴巴治國 請你下台 謝謝 謝謝 謝謝